有了 有了 热爱生活 保持健康 孙姐生机了 孙姐生机了 永远美好晚年 老年养生健身操 孙姐 现在开始 这个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咖喱 肉骨茶 淫泥酒层塌 做SPA 放眼花 争送的 就这些 真的 都交代了 我真是怕你们生气 才不敢告诉你们的 师父 我这腿真的受不了了 归着 别叫我师父 我没你这样的徒弟 就是 兄弟们为了你 花那么多钱开了房间 掏心掏肺地给你送行 过生日 你呢 还敢欠我呢 疼你 女神往楼下一站 就给你拿住了 取经取半顾 八戒你找妖精去了 对 什么女神 分明是个妖精 这这种叛徒 怎么处理 必须十打呼刑来一遍 那这 这个卫生都我来扫行不 少来这套 本来就轮到你了 本来就轮到你了 那这 这个早餐 都包我身上了 要不就这样 就这样 坐吧 坐 这也坐吧 见经理 坐 邓总哥 我是不明白的 就算你要走岳母路线 你这方法也不好谱啊 你正以为跳几天广场舞 就能跟她女孩认识了吗 起码有点希望吧 一点希望都没有 油坦汁 尹志平的下场记得吧 咱酒店的 开除的 金星小说没看过 没看过 电视剧总看过吧 有这人吗 好像有啊 谁演的 黄渤 不是吧 王宝强 那 那 那不重要好吗 那不重要 他总之 但上赶着不是买卖 产妹是没有好下场的 等待产妹的 只有冷漠 就是 你看我从来就不产妹 这还不是应有尽有 不是吧 那段玉咋就成功了呢 这小子看过 不客气 你 看过 看过 金庸谁没看过呀 你看啊 这个世界上 就不缺少完美的计划 缺的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行动力 我跳广场舞为了接近女神 那是我的计划 起码能被他看在眼里 看得上看不上再说 总比现在强吧 小子 你跳广场舞 跟人段玉跳广场舞 是一回事吗 你不看看人段玉的身世 镇南王的世子 黄二代 人跳那是林波微步 你跳那微步 那是微步足道 我劝你啊 有跳舞那功夫 好好再读一遍金庸 传统文化 博大精神呢 好 坐坐 说完别忘收拾啊 哎呀 那 好 好 为了提高员工素养 提升酒店服务水平 我向酒店管理层申请了一个 针对房部所有员工的培训计划 命名为 闪光一刻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何让客人第一眼就爱上你们 爱上我们的酒店 如何让客人 从跟你们相识的那一刻起 就感受到 什么美丽的 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啊 这就是闪光一刻 你有这本事吗 还来当门童 那不会让咱们站在门口 应该放上几个招材吗 多可爱 多忘了 我就纳闷了 管理层怎么能同意这么傻的计划 重点不是傻不傻 是既能折腾咱们 又不用多花钱 那他折腾咱们 对他有啥好处 面对客人是眼睛要清澈真诚 不光不能呆滞 这就是你不懂啊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 听出了没有 资本家通过窃取你的业余时间 来榨取剩余价值 阻碍你自我提升的脚步 把人培养成 从根本上思想不自由的机器 从客人抵达酒店的那一刻起 懂了 一切都是英文 可是师傅 那咱们也有时间 我刚又没干啥正事 瞎说 那经典复习考验不是正事啊 那您呢 我 文明其精神 也蛮其体魄 我觉得这才是走向人生巅峰 最靠谱的通道 你没事跟着师傅一块练 我确实你有这潜质 我还是去叫广长舞吧 有啊 你背这包真好看啊 嗯 是挺好看 那我买了 帮我拿了新的吧 好的 我看看 这包真挺好看的 颜色 大小都合适 喜欢就买呗 我不介意跟别人背一样 这么贵的东西 哪能说买就买啊 你一月的工资 加上小时费也将近两万呢 偶尔买个贵点的包总呢 而且这儿比国内便宜 现在又是打折计 好算 买吧 你好 这里是新货 请您检查一下 好 这位小姐买不买 要是买的话 我再把你们申请一个更低的折扣 买 不好意思 您的卡是额度朝鲜 我怎么会呢 我这个月没买什么呀 我额度应该是够的 不好意思 系统就是这么提示的 请问你有别的卡吗 我可能没带别的卡 用我的吧 不用了 也不是一点钱 你喜不喜欢啊 喜欢 那就等你发了小时费再还我呗 好吧 谢谢您啊 友恩 刷这些 好的 其实我新闻卡里的额度 还有两万块呢 我买这个包是绝对够的 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你这卡有副卡吗 我老公那儿有一张偶尔会刷一下 他应该不会吧 好了 回去问一下知道会不会啊 走吧 好 谢谢 你把那个刚才那照片发我 何必呢 没劲呢 糊涂 写呢 你才写呢 刷 刷豆子 什么刷豆子 这姑奶奶 竟给我丢人了 九点啊 刘浪哥 你来接我放学来了 放什么学 你来干什么 今天讲的欧洲历史跟风俗 可有意思了 你知道罗马共和国吗 我不用知道 知道这玩意有啥用啊 让你一遇到外国客人 就跟上去巴巴一顿 远老远与罗马军团 万一是中东客人呢 你找事是吧 谁说要拉着客人聊了 反正又不要钱 就当听听故事吗 董妹 那给钱也不能去啊 给年鱼金捧啥 都去打你老公的脸嘛 你们干吗老说我呀 郑盛和也在呢 谁 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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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